来这里的话到时候你们到那个社医教室要脸的网站 记得从109这里的上学期看到这里的活动的资源 下面有个叫做嗯来气象局的地震的测报中心 那这个按下去通常跑到这个位置 所以气象局呢它有好多不同的单位 管大海的海向中心管气象的气象中心 管地震的地震中心一类的推有好多不同的单位 那这里的话呢因为我已经有用某一个斑别大概去讲了 这里所以呢我这里只是稍微再提 要你到时候来看别段 左半边地图地图上面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地震 然后对应到右手边 那对应到右手边呢现在呈现的是2020的9月份 那当然的话呢你也可以挑不同的月份 它就会有改变 所以我现在正在按的过程 应该有发现呢左半边呢它就有在动了 好吗 那右半边呢就是大的地震会有编号 然后会给震度的急速 然后有日期点点点 那这里的话呢我想要挑一个大一点的 跟你讲一件事情 来苏本你打开178页 那个地震的强度 之前呢讲的叫做看它摇晃的程度 到这里的话呢不只是摇晃的程度 然后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刚刚随便点了一个 来我再回去 我挑大一点的这里有一个市级的地震 好所以这是七月份 我挑随便一个市级的地震 我就把它给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这里呢大概呈现的资讯在这里 那有没有详细的油这里有详细 可是这里详细资料你可能要按 那按的话呢这里会不会有我要的东西 看起来叫做GG了 没有 因为我刚才在某一般不是用这个地震 那看起来叫做可能大一点的柴油 那我还是回到这个本身好了 因为刚才某一节课 我利用的是在大海的这个地震 我这里在动 你有没有发现左半边也动 如果移动了 它左半边也在移动了 所以我不能乱动 我只能够直接点下去哦 那我直接点下去 我刚才呢没有挑那一个 是因为我需要这里的详细资料 除了地震报告 我也要震度图 但是这里最主要要告诉你的是 即时的强地动的震波图 我需要这一张 来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地震的报告就是你们的书本 常常告诉你什么发生的地震 有所谓的地震报告 告诉你震央啊 在哪里啊 然后呢震源深度为何啊等等 就是像哪一张 来你看你的181 那个练习体有没有看到一张 是不是像现在这张 我把它放大 来放大的话呢 这里就有编号 然后呢又有日期 然后时间 这个位置指的是镇央的位置 通常会告诉你 维度为何 精度为何 然后深度呢就震源深度 53点多是浅源地震 因为0到70是浅源地震 70到300的样子是中原地震 300以上是深原地震 来规模6点了 如同你们书本讲的 一个整数再加小数点后一位 我刚刚不是放大 怎么图就不见了 糟糕 他只能最大只能像刚才那 这样而已 来这里呢 你应该发现了 有四级有三级等等等 那镇央在这里有 成同心圆的感觉吗 没有你说这一二三不好看 来这里有等震度图 有同心圆的感觉吗 这里是蓝色是镇央 有同心圆的Fu吗 没有吧 那这里我要提醒的是呢 这里呢 的地震强度 用最新的一级两级三级 无有五强五弱 还记得吧 你翻回你的178 有没有看到那个表格 无有五强五弱 六有六强六弱 我意思越偏红色越偏紫色 好帅坏事 坏事 那不管怎么样 这里的话 你们的表格呢 写了地震的分级 然后写了 可能矩震裂震等等等 我Google了一下 我就直接打地震强度的分级 然后这里维基百科来看一下 跟你们课本的表应该是一样的 震度的分级 有零 是无感地震 一以上都叫做 有感地震 然后呢 五跟六呢 有分五强五弱 六强六弱 这都说过了吧 但现在有一个东西要告诉你 我才跑到刚才的网站 来继续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地表的地动加速度 所以请你在你178的表格 那个分级的地方写一下 地表最大的地动加速度 你写它要干嘛呢 再写一个东西叫做单位秒平方分之Cm 秒平方之Cm呢 通常呢 你们的锂画用的不是秒平方分之Cm 你们锂画用的是秒平方分之公尺 就是多少个重力加速度 但是地震如果摇到那么大就GG了 整个应该毁的差不多了吧 所以更小的单位 秒平方分之Cm 这里呢叫做Gal 意思一个G980个Gal 可以接受吗 好那我继续了 来那我这里要看这个表格要干嘛呢 地震会有地震波 所以我要回到气象局的网站了 来气象局的网站呢 这里有一个即时的强地动的震波图 因为最主要要整这件事 这里有好多个 譬如说我们挑随便一个地点 海瑞海瑞有听过吧 在花东 在花东 那这里的话呢 它说震度是三级 如何知道三级 如果你对应刚才的危机百科 三级的话呢 应该呢 它的地表的地动加速度 地动跳哪一个 摇得最大力的那一个 应该在8.0到25之间 那海瑞嘞 来海瑞的话呢 这里有一件事情先提醒你 E MS EW 这里的话呢 请你去记录一件事情 你要写在哪里会比较好嘞 好吧 让你的表格旁边自己写一下咯 地震尼 地震尼在做记录的时候呢 才会有这一些的三个不一样的震动的波形出现 然后你写完地震尼之后呢 再写一件事情叫做三组 会记录三组的方向 那三组方向哪三组 看到这里有一锤子的 MS 南北的 EW 东西 所以三组呢 有锤子方向 锤子呢 就造就了上下的震动 另外呢 糟糕了 我白色粉笔好像没了 另外的话呢 就叫做水平的 水平的话呢 就像这里看到了 ES 还有NW 就是东西跟 南北了 所以呢 锤子的一组 水平的两组 那之前呢 有跟你讲过一件事情 有地震波 是吧 地震波的话呢 你可以参与你的书本 有个地方 我有叫你写几个字 来请看到你的177 地球内部你有写 体波吧 那里写一下 P波 S波 然后呢 还有表面波 那我这里要告诉你的是 地球内部传递的波 P波会造成垂直运动 S波会造成水平运动 好吗 来 那我这里呢 最主要呢 要看的是这里的数字 3.53GAL GAL刚刚有讲的吧 秒平方分之7M 所以呢 等于呢 海瑞这里有地震仪 然后地震仪去记录到这里的震波 然后呢 这里的震波有 有大有小 我等一下会让你看另外一个网站 我边点 它就有那个地动加速度出现 来 3.53 13.07 5.25 哪一个最大 13.07 可以接受吗 来 13.07我们对应这里的表格 13.07是在这个范围 所以它写三级地震 能不能接受 可以 来 我们再换一个 来 譬如说 离我们比较近的 1O 离我们比较近的 20 没有 那是离我家近 我家在皮头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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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只有斗6 有吗 你有看到吗 有 有 张话来 二级我们看一下 来 垂直的3.02 帮忙机数字 然后呢 这个南北6.7 东西7.61 哪一个最大 7.61 来 对应一下 7.61 7.61 有没有感觉 在2.05到8之间 所以几级地震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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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级呢 还好吧 因为5级 这样才是灾害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呢 你们书本的表格 说人可能怎么样 物品怎么样 那个有没有标准值 没有 因为人的感受不一样 物品呢 可能坏掉 情形也不一样 所以 我们后来基本上 都是看地表的 地动加速度 那我刚刚讲的 我滑鼠在这里动 它会有动作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个网站 这里的 校园的地震的观测网 我没有办法找到这个 这个是726 726 这里有吗 有 来这里 它有 刚刚规模有多少 有跑出来吗 地震资讯 糟糕 我好害怕的一件事 叫做 中会响 规模6.2 来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规模6.1 6.2 差不多应该只同一个吧 8.52分 有没有同一个 8.52 对同一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把它按下去 所以呢 这个按下去 我可以把它放大 这是在每个学校呢 不 有一些学校呢 有这样子做 反正就有一些合作就对了 来 斗六国中 因为黄的 可能呢 摇得比较大力 因为这有不同的颜色 越偏黄 越偏红 越偏紫 要的越大力 所以我刚才挑了一个 来 我把它放大 啰 我放大 你有感觉 糟糕了 它叫了 来 你有没有发现 左半边 这里 有没有 看到时间 它有重力加速度 GL 这里 这里 有看到吗 有 意思 我滑水动的过程 它有在动 我不能再拍了 因为会被它给干扰了 好 就这样了 赶快我把它按下